嗨大家好我是曼妮为大家开箱气炸烤箱 它结合气炸锅跟烤箱的功能 大小大概就像微波炉那样 它是24公升所以是可以烤全机的 它的配件有烤网炸污染跟烤盘 所以我在用气炸的功能的时候 我烤盘上面就会放一些蔬菜一起用 因为气炸锅啊气炸的时候 基本上油不是往上而是往下滴 所以你下面再放蔬菜啊 放这个烤盘进去然后去承接 它滴下来的油顺便烤蔬菜 我这边示范它怎么洗 因为很多人都会问说 清洁上会不会不好清洁 其实你每次使用完都洗它 都洗干净其实就好了 就像过年的时候大家都要大扫除厨房 可是事实上我都不用 因为我每次用完 我就是都会把它清洁的很干净 这样就够了 就像很多人会说白色显脏 事实上不是白色显脏 而是它可以让你更清楚的看到 脏的地方在哪里 所以我们保持良好的清洁习惯 事实上都可以延长我们使用工具的寿命 我会选择这一台气炸烤箱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它是不锈钢 因为我觉得这样在使用上比较安全 而且事实上不锈钢在清洁是很容易的 这个是我们要用气炸的时候 它的那个炸污染 炸污染我觉得更好洗 因为它一个一个一个孔洞 这样子 所以你记得哦 用气炸锅的时候 它的油其实不是往上喷 它是往下滴 所以下面要放一些蔬菜啊 其他东西可以承接 然后这就是我清洁 我每次使用完 一定都会做这样的清洁动作 我的抽油烟机啊 我的流理台啊 我的炉台啊 都是这样 我的烤箱也是 用湿抹布 然后趁着气炸烤箱里面 还有一点温度的时候 下去擦 其实很轻松就可以把它擦掉 只要每一次 你都有确实的做到这样的动作 我相信它都会保持得很干净 我自己是每次在 所有清洁动作都做完之后 我还会用我的手去摸摸看 有没有油 对 抽油烟机 我也是一样这样对待 所以我的清洁方式交给大家咯 那这台气炸烤箱呢 因为我觉得它很好用 所以推荐给大家 原来的售价是4990 那团购价是3580 团购的日期在12月14日开始 只有两个礼拜 下单后三天左右 就可以开始出货了 连结都在说明里 大家自己连咯 好咯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